真千金回来了 养父母将我踢出门 哥哥说 难怪我那么丑 连一直温柔带我的竹马 都瞬间翻脸 去舔白莲千金 我收起眼泪 从地上爬起来 他们不知道 我原本是京圈小公主 什么千金 在我面前都是垃圾 颜柔和我的父母抱成一团 偌大的会场掌声如雷 主持人激情演讲 让我们恭喜真正的颜小姐重归颜氏家族 我哥也为颜柔献上玫瑰 就连早就与我订婚的竹马 与颜家联姻的林商也在台下 用温柔至极的目光看她 我孤身站在后台 浑身冰冷 颜柔叫我上台 用哽咽的声音道 盼盼 虽然我回来了 但你还是爸妈的孩子 永远是我的妹妹 我的手被握得很紧 记者们争相拍照 颜氏集团找回真千金 这一词条挂在热搜上好几天 我回到家中 浑浑噩噩 哥哥愈发嫌弃我 我听到爸妈在楼下吵架 我哥很生气 我就说他不是颜家人 长得那么丑 现在柔柔也回来了 让他滚蛋吧 我胆战心惊地偷听 等爸妈的回答 在这个家里十八年 爸妈对我不算特别好 但也不差 我还是喜欢他们的 爸爸嗓音很雅 赶出去是迟早的事 但不是现在 哥哥问 为什么 爸爸说 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外面的人知道了 会怎么看我们家 颜柔软声开口 爸爸 哥哥 你们别说了 盼盼听到会伤心的 哥哥立刻扬起嗓音 听到就听到 他听到了就该自己滚 还赖在这 要不要脸 那声音震耳欲聋 我当然听到了 我也准备走 哥哥一直不喜欢我 他觉得我的出生抢走了爸妈对他的爱 可他不知道 爸妈总是在外工作 对我的宠爱又有多少呢 自然 他们对我也没多少感情 我也曾讨好过哥哥 想让他对我好点 都是枉然 我收拾好背包 三天前给林商发的信息还没回 他以前总说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 我不死心 又发去信息 林商 你能出来一趟吗 我要走了 还想最后再和他见一面 这次他回复很快 我们以后别联系了吧 我怕柔柔误会 哈 柔柔 改口真快呀 也对 颜柔现在才是颜家小姐 才是和他联姻的人 我颜盼盼算什么 不过是个纠战雀巢的小丑 真千金回来了 就该拾去地滚走 我早知他心狠 眼泪还是忍不住往下流 我背着书包下楼 爸妈和哥哥 还有颜柔都在楼下 他们都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只有颜柔问 盼盼 晚上十点了 你要去哪儿 我摇摇头 没说话 刚出家门 我就听到身后哥哥的怒骂 随他去呢 纠占雀巢的东西 死外便最好 我妈也叹气 说不定是流浪汉的孩子 基因里就不干净 我就说总感觉他不太像我 现在想来 下等人终究是下等人 下等人 我是下等人 我低着头 天空下起暴雨 没人为我撑开一把伞 我在路边坐下 淋雨哭泣 下等人也好啊 父母是流浪汉也好啊 爸妈 你们在哪里呢 哟 我的好妹妹 在这儿呢 头顶传来细血男声 一把黑伞帮我遮住雨幕 我抬头 借着路灯 看到穿着黑色西装 模样白皙俊美 惊为天人的男人 顾鸣 我认识她 是因为她是常驻热搜的京圈太子爷 家财万贯 一张好脸 好身材 为人更是义气 不少男男女女都找机会往她身上贴 而顾鸣 分毫不在乎外人 她曾在公众平台上宣言 她有一个幼时失踪的妹妹 谁要是找回来 她赏钱五个亿 那会甚至掀起一股找妹妹的潮流 我还在震惊中 没回过神 顾鸣已经拉折我的手 将我塞进车里 被颜佳人抛弃了 在这儿哭 我听到颜佳人 又想哭 眼泪哗哗往下落 顾鸣摸摸我的头 丝毫不在乎我浑身湿漉漉 把我抱在怀里 别哭了 以后哥哥保护你 我心不在焉地被顾鸣带回顾家庄园 比起颜佳的连排别墅 顾家的庄园豪华了不止一个度 我站在准备好的房间里 被庸人帮着换好衣物 吹干头发 我穿着睡衣站在顾鸣面前 顾鸣笑呵呵 满眼宠溺 不愧是我妹妹 漂亮 和我长得一个样 我从前被颜红骂丑 这还是第一次被夸漂亮 我心知自己长得不漂亮 和顾鸣的俊美天差地别 你 你是不是找错了 我和你长得不太像 不可能 顾鸣坚定否认 你就是我妹妹 我看那颜佳认亲现场 第一眼就认出来 你和我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觉得你眼睛瞎了 顾鸣却道 你现在年纪还小 我们顾家人都这样 年纪小的时候 长得一般般 长大了好看得很 我不信 我坚持做亲子鉴定 顾鸣点点头 行 爸妈已经在飞机上了 再往家赶 他们都很想你 我眼底酸涩 心中生出一丝期盼 我也希望自己是顾家人 又会保护我的哥哥 又很想我的爸妈 正了者 顾鸣电话响起来 他没有避开我接电话 电话那头是我爸熟悉的声音 很是讨好 顾总 云城的这个项目 您考虑得如何 很抱歉现在打扰您 实在是项目明天就要落地 只要您一句准话 则 颜总 先说说你们家那个真假千金的事吧 顾总想问什么 你们那假千金呢 他已经睡了 毕竟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 我们难以割舍 行了 项目不用做了 别再烦我 顾鸣打断我爸的电话 不耐烦地挂断 我垂眸 顾鸣摸摸我的头 难过了 我摇头 也没有 不论如何 颜家对我有养育之恩 顾鸣要我好好睡一觉 我的手机却震动不停 颜家人正疯狂找我 颜红更是直接发来信息 明天回来把你房间里的垃圾收走 还有 爸让你明天去陪顾家太子爷顾鸣一晚 就当是还我们家养你的恩情 哼 你倒是有福了 顾鸣那个太子爷竟然看上你 明晚记得好好报恩 我手指颤抖得厉害 拿着手机 一股怨恨与怒气直冲头顶 一日 我拒绝顾鸣派人送我的请求 独自回到颜家 一是颜家还有我的东西 二是 我还是不信 爸妈和哥哥 真的会让我做那种事 颜柔见我便露出温和地笑 颜红吃笑 我当你真有骨气 外面日子不好过吧 巴巴地又跑回来了 我疑惑 不是你让我回来拿东西吗 颜红猴头一梗 没再说话 我看到他手腕上 我送的檀木珠串手链 他说不喜欢 却一直戴在手上 房间里 我的东西消失不见 颜柔这才小声道 盼盼 妈妈说这房间采光不错 所以让我搬进来了 我胸口闷闷的 我的东西呢 颜柔垂眸 颜红理直气壮 垃圾桶里 都是些垃圾 当然该进垃圾桶 那你也该一起进垃圾桶 我难得爆发 那都是我的话 我费尽心力画出来的 要不是昨晚一次性带不走 我绝不会将它们留下 颜红被骂得一愣 随即气得眼眶发红 咬牙切齿 颜盼盼 你说什么 我深吸口气 瞪着他 我说 你也是个 垃圾 颜红举其手 做事要动手 颜柔连忙拦在他面前 我敏唇 倔强地哽着搏梗 颜红的手始终没落下来 他气急败坏 亏我 还为你好 给你找爸要了一套房子 不感谢我就算了 颜盼盼 你个白眼狼 我白眼狼 我绕过他们出门 这里没有我的东西 我就该走 你去哪 颜红报吼 我顿部 回头 颜红 爸妈养育我的恩情 我将来会报答 你昨晚给我发的信息 我就当没看到那种事 我光是看着信息上的几个字 都觉得脏了眼睛 我呸 等你报答 还不知道等多少年 你不许走 颜红跑到我面前 今晚 你必须得给我去陪顾明 你要报答 就现在报答 一次复清 我与他对视 这是 是爸妈要求的吗 不然呢 我感到呼吸困难 一种较失望的情绪 将我压得难以动弹 颜红却还在说 你也不想想 你在颜家吃了多少饭 过了多少好日子 要不是我们家 你现在估计只是个在城中村的下等人 颜盼盼 你能有机会在颜家生活十八年 已经是上天给你的天大恩赐 否则 以你原本的出身 终其一生 也不可能接触到我们这种人 我抬眸 听着颜红嘴里高高在上的话语 在他眼里 似乎我能和他说上话都是莫大的荣幸 而他 愿意对我开口 已经是极大的施舍 我忍住哽咽 你们这种人 你们是什么人 颜红讥讽地笑 笑我认不清现实 我眼下伤痛 颜红 把我的痰木珠串还我吧 那是我用半年时间精心制作的 你不佩戴着 颜红疯了 他红着眼睛冲过来打我 嘴里还骂我不知好歹 颜柔装模作样的懒 客厅里闹得沸沸扬扬 我心知打不过一米八五地暴怒成年男人 在几次堪堪躲过后 最后一下暴击从头顶袭来 我忍着剧痛 趁机抓走颜红手腕上的痰木珠串 用力扯断 我的东西 毁了也不给你 包厢隔壁正在做细致安排 我被绑在包厢隔壁的床上 泪流满面 颜红进来讽刺我 好好伺候顾少 知道吗 爸妈进门 他们从前对我还算温和 现在 妈妈皱着眉 眼中难掩嫌弃 她咳了两声 故作温柔道 盼盼 阿姨这些年对你还不错 你该报恩的 阿姨 我爸也说 南东地产的项目对叔叔真的很重要 盼盼 你就当是为了我 委屈一晚上 况且那顾少 相貌好 身材好 你陪他也不算委屈 多少人想陪他都陪不了 你能被他看上 是极大的福气了 他们三个 红脸白脸全唱了 我只觉得伤心 爸 妈 你们的养育之恩 我以后再报 你们放开我行吗 我妈一瞪眼 演不下去了 你要报现在就报 这可是一个亿的大项目 今晚结束 你爱怎么地怎么地 我爸急忙补化 对 今晚过后 我们之间什么事都一笔勾销 盐红力声威胁 盐盼盼 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目光从他们三人身上一一扫过 绝望至极 我被绑在床上 眼泪流不停 经过这一出 我对盐家彻底没了感情 隔壁包厢里 盐家人言语谄媚 低声陪笑 时不时传来一声 我昨晚才熟悉的男生 是顾明 他态度很冷淡 盐家人缺话很多 我听着逐渐靠近包厢门的脚步声 听到我爸笑着说 顾总 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 还请笑纳 盐红也呵呵讨好 是啊 顾哥 这礼物 你肯定喜欢 我低头 看着绑在身上的红绳 还有被迫换上的棉白睡裙 长发垂在身前 我是礼物 那就看看 你们 惹不惹得起我这个礼物 包厢门被打开 西装革履的顾明站在最中间 他俊脸冷漠 身旁三人正在陪笑 我声泪俱下 放声嘶吼 搁 顾明脸色骤变 他迅速将我抱起 扯开我身上的绳子 沉声问那三人 你们对我妹妹做了什么事 盐家三人肉眼可见的实话 盐承明最先反应过来 顾 顾总 他是您妹妹 是 顾明何等聪明 稍加一想 就明白盐家做的什么事 他强忍遮怒意 额头抱出青筋 压抑着恨声道 我原本还想感谢你们盐家 现在看来 是不用感谢了 傻了 我看到盐家三人脸上都献出这两个字 盐红更是颤声道 怎 怎么可能 盐盼盼长成这样 怎么可能是您的 妹妹 我看出她的意思 她的意思是 我如此廉价 怎么可能是顾明豪志武艺 也要找回来的亲妹妹 顾明冷笑 亲子鉴定已经做了 之后 我们家会举行认亲宴会 认亲宴会四字 他咬字很重 盐家人打了个寒战 如临大敌 我埋头进顾明怀里 默默掉眼泪 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家庭 从此在我心中破碎 顾明把我带回家 佣人帮我换上干净衣物 房间里点上熏香 顾明很生气 沉声道 你放心 我不会放过盐家 我忐忑不安 手指纠缠在一起 顾 顾总 你说的亲子鉴定 是真的吗? 叫哥哥 哥哥 顾明脸上露出些许笑意 从西服口袋里拿出亲子鉴定书 清清楚楚 我是顾丰豪的亲女儿 那一刻 我悬在空中的心终于落地 我太害怕了 怕又是一场闹剧 我还是纠缠雀巢的小丑 顾明继续回书房工作 和小说里的总裁那样 有做不完的工作 我的手机震动不停 颜家人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发了很多信息 前两天对我说几句话都嫌脏的爸妈 在信息里亲切地叫我闺女 颜红倒是有几分骨气 你真是顾家小女儿 如若是 你最好清醒点 不要恩将仇报 枉费我们家 养你这么多年 我怀着怒意 恨恨打字 养我 就是把我送去别人床上 对方没回信息 颜承明则道 盼盼 这事是爸一时糊涂 你不要生爸爸的气 这些年 爸爸最疼你 你知道的 宝贝 你生妈妈的气了吗 不要不回信息 妈妈好伤心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 不断跳出的信息 这些话语 若是放在两天前 我会感动得落泪 现在我只觉得恶心 半夜 我的好竹马 林商也发来一条信息 盼盼 我们能见一面吗 我去见了林商 他从来是温文尔雅的学霸模样 对我更是疼爱有加 但现在 我已经看清他的真面目 我见他 只是为了一件事 林商 我送你的戒指 你能还我吗 那束圈戒指 不算贵重 上面刻了我和林商的名字缩写 我当初只买了一个 让他戴在左手中纸上 有种隐秘的雀跃和占有欲 满足感 林商有种轻烈的气质 他闻言 立刻将左手背到身后 他红了眼眶 眼中现出痛楚 我耻笑 你这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是我背叛了你 林商侯姐滚动 汹涌得爱意快要涌出 他从前就是这样看我的 对我纵容宠溺 我以为他是喜欢我言盼盼 现在看来 他宠爱的不过是颜家小姐这个人 至于谁是颜家小姐 他根本不在乎 无情地令人心凉 林商侯头沙哑 盼盼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他说 那晚 给你回那种信息 我是被逼的 盼盼 我家公司最近几年不景气 爸妈逼我讨好颜柔 远离你 盼盼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心里平静地向平原 毫无起伏 我不信 我弯谋讽笑 林商 你说的这些话 你自己又会信几分 林商脸色惨白 他从小就聪颖 智商情商双高 他太知道自己怎么做将来的路会走得更好 我不是恋爱脑 我问 如果我不是顾家的人 你今天还会约我见面吗 林商相是被千万根尖刀伤到 他颤抖着流出眼泪 试图触碰我 盼盼 你信我 我躲开 心里也不好受 就算我信了又怎样 林商 你做过的事 没有后悔要 林商 你已经背叛过我了 我让顾明派来的保镖压制住林商 亲自把那肃圈戒指从林商手上取下来 这是我带上去的 也该我取下来 林商挣扎得厉害 他灼热地目光盯着我 一声一声叫我的名字 我背对着他 回到顾家的麦巴赫里 回到顾家后 我在房间里狠狠哭了一场 我喜欢过林商是真的 少女心的初恋也是真的 现在 都成了灰烬 我想得清清楚楚 心里依旧难受 顾明不知在门口站了多久 他拿着温水泡过的毛巾 走过来 哭够了 擦擦脸 我捧着温热的毛巾 盖住眼睛 又想哭 这次不是因为林商 顾明说 你这几天经历得太多 看清了太多 但我的好妹妹 这对你来说 未尝不是件好事 顾明摸了摸我的头发 我曾想过 将你找回来后 把你保护起来 做教养的话 可盼盼 被保护的人终有一天会受伤 只有自己强大起来 才能永不受伤 做强大的人 那是一件很酷的事 我没说话 不知道该说什么 顾明也不会安慰人 他在我身旁站了很久 最后说 我查了查 你那竹马 是真喜欢你 他前两天为了你和家里人大吵一架 这次回去后又大发雷霆 闹着要和颜柔取消婚约 盼盼 你想怎么做 我想怎么做 林商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无非是解释和道歉 也有不少同学朋友 联系我为他求情 林商人员向来不错 对我也很好 或许我该原谅他 但我不想 我不想要一眼望去 就能想象到未来有多糟糕的爱情 顾明问了我好几次 要不要联系林商 我都摇头 我给林商发信息 林商 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发完这句话 我拔下电话卡 换了手机号 时间会抹平一切 顾明说 如此也好 等你再长大一点 会见识到更多风景 更多人 到那时 现在在你心里留下伤痕的人和事 都会消散远去 我不置可否 我见到了我的亲生父母 那是一对气质高贵的中年夫妇 他们看到我的第一眼 就激动地落泪 将我抱在怀里 中年女人不愿松手 哭得令人难受 我跟着热泪盈眶 据说我丢失的时候 才生下来十五天 我的亲生母亲 劈了性命将我生下来 我却转眼被偷走 她的身体也垮了 妈妈抱着我哭诉 我求了不少神佛 求他们把你送回来 就算让我散尽家财也行 可老天爷心狠啊 我埋头在他怀里 眼眶湿润 当年的事警察还在查 比如 我怎么丢失 又怎么到了严家 而严家的孩子 严柔又怎么流落在外 这些事情都得查 顾家为我举办了任亲宴会 声势浩大 比严家当初的阵势更大 这次 我不再站在后台 严家人和林商都没来 顾明牵着我的手 说出我的身份 对着亲戚与媒体宣布我的新名字 顾盼盼 严家倒了 我以为是顾明做的 顾明却说不是 使他们自己经营不善 他摸着下巴 漫不经心 我确实恨他们 不过他们也确实养了你那么多年 给了你不错的生活条件 我不至于不讲理 对他们动手 恨 我疑惑 顾明讨厌严家是正常 可 恨 似乎还没到那种程度 顾明意味深长一笑 小孩子不用知道太多 我有点 好奇 严家人依旧在找我 三个月后 一个爆炸性新闻登上热搜 严氏集团彻底破产 严家人的现状上了财经新闻 负债五个小目标 让原本自认人上人的一家子 只能租住在单间里 追债人跑到出租房讨债 严家人躲无可躲 曾经意气风发的严承明当着媒体的面 高喊 再逼我 我就去跳楼 严红哭着说 我们真没钱了 你们要钱去找我两个妹妹吧 顾盼盼现在在顾家 顾家有钱 严柔也有钱 她在奶茶店打工 比我们有钱 众人哗然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谁又会知道 严家竟会走入如此绝境呢 当然 他们没放弃和我联系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找我 都被顾明拦回去 顾明和我说 她给了严家一定的帮助 就算是还了养育之恩 严柔来找了我一次 刚好在我出门的时候 保镖想拦住她 被我制止 她还是那么漂亮 精致地犹如洋娃娃 笑起来温和可爱 我一直觉得她很虚假 说话做事都带着演戏的痕迹 装得温柔大方 颜柔穿着粉色T恤 感叹道 顾盼盼 我真羡慕你 我挑眉 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她弯眸一笑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白莲花的 我点头 是 不过她没做太多令人讨厌的事 就是装温和装得太劣质 让人一眼看穿她的野心和想法 颜柔手指挽着胸前的长发 思考良久 她说 我确实是这样 不过 我没真正害过你对不对 我歪头 疑惑 颜柔又道 我来找你 是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不要帮颜家 让他们自作自受吧 我更迷惑了 为什么 颜柔现在被认回颜家 颜家生活的好坏与她息息相关 颜柔耸耸肩 因为是不想让坏人过好日子 坏人 颜家人嘛 颜柔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 她问我 顾盼盼 你觉得我漂亮吗 我老实点头 颜柔扑痴笑出声 你还挺真诚 我不想跟她进行无意义的对话 没别的话要说 我就走了 顾明给我安排了不少补习班 都是我喜欢的兴趣课程 颜柔豁而正色 你一定不要给颜家任何帮助 据我所知 你亲哥已经帮颜家还了一部分欠款 他们养育之恩 你都还清了 顾盼盼 你很幸运 也很神经大条 所以 你一直都不知道 颜家养你 不过是把你当成联姻工具 事实上 他们的亲生女儿 是你 是我 对他们来说 都没区别 他们 把我认亲认回来 不过是因为我长得比你漂亮 我脑中一片空白 听着颜柔自嘲的话语 他轻声道 因为我长得比你更漂亮 所以他们重新给我安排联姻对象 你知道是谁吗 我摇头 王氏集团的老总 五十多岁了 儿子比我大两岁 颜家人想把我送给他 以显诚意 获得合作的好机会 颜柔说 我在地狱里爬了十八年 我以为我爬出来了 结果又掉入另一个深渊 颜柔最后又感叹一句 我真幸运 就转头走了 我站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 我看到的事物太片面 从未想过 现实从一开始就很残酷 我的人生不是从颜柔回来 才开始崩坏 而是一开始就迷迷糊糊 被推上摇摇欲坠的窄路 我出国前三个月 林商和另一个千金小姐订婚 消息传得很广 顾明问我什么感觉 我没感觉 顾明高兴地鼓掌 好好好 长大了 爸妈怕我难过 先后和我谈心 爸爸说 不必纠结于一个人 当然 也不要压抑情绪 去享受它 不管是高兴难过 都值得去享受 妈妈愤慨到 妈手里好男孩的资源多了去了 等你再长大些 我亲自给你挑个质量好的联姻 保证不输那什么鳞伤 我哭笑不得 只说不用 用欢声笑语掩盖心里的失落 顾明把两位长辈轻轻推开 轻渴两声 朗声开口 盼盼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的人生不只有男人 我希望你能成长为独立自强 有自我思想的女性 她大道理很多 我点点头 听她念叨 手里的檀木珠串 刻了又刻 我又用了半年时间 重新雕刻了一串檀木珠串 顾明收到的时候 激动的脸都红了 她拿着拍了好几张照片 社交平台发了个遍 配文 我妹妹亲手制作 送我的 我看着那帖子笑不停 我知道 这次送东西送对人了 不用再要回来了 网上又掀起一波讨论风 大多是对我的讨论 因为顾明自带流量 我也受了一阵子关注 不过 我并不在意 旁人的声音 我不再在乎 我将专心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爸妈看了顾明发的朋友圈 犹豫着和我开口 盼盼 那猪串 爸爸有份吗 妈妈也想要忙 我闽唇一笑 再刻了再刻了 我离开京城的那天 临商来送我了 她站得很远 目光锁在我身上 我和顾明还有爸妈拥抱告别 远方的学校有我的梦想 爸妈很舍不得 等半个月 半个月后 妈就来陪你 顾明要管家里的公司 她走不了 眼眶有些红 有事没事都给哥打电话 多打几个 别总是我找你 我点头 我拉着顾明 到旁边 小声问 哥 如果我是个坏孩子 你还会对我好吗 顾明揉揉我的头发 没有如果 你就是我妹妹 好吧 我离开的时候 潮林商那边看了一眼 她脸色苍白 消瘦许多 我看见她的口型 她叫我 盼盼 我到国外学习的第一个月 传来了好消息 当年孩子调换的事情总算告破 原来 我十五天时 被人贩子偷走 卖给一个中年女人 那女人在另一个医院做护工 当时买下我准备给她养老 她本来想买个儿子 但没那么多钱 买了我之后 又觉得一个女孩养不了老 正好 医院里有个有钱人家 新生了女儿 也就是颜柔 她悄悄换了我和颜柔 等着十多年后 她彻底老了 再将颜柔送回颜家 以此得到一大笔钱 用来养老 结果 还没到养老的年纪 人就没了 据说 这事是颜柔通过家中蛛丝马迹发现的 颜柔在那女人身边长大 没过几天好日子 回到颜家之后 也没得好处 顾明告诉我 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正和颜柔一起开黑 她打游戏真的很菜 但她说话很讨人喜欢 姐姐 别生气嘛 再带我一把 我 不完了 你太菜了 就一把吗 姐姐 你最好了好吧好吧 就一把 翻外 我在七年后重回京城 这年我二十五岁 我不再是当初懵懂的顾盼盼 我成为公司里的首席珠宝设计师 有了一身记忆 足以傍身 据顾明所说 林商的孩子已经两岁了 是个小男孩 很可爱 当年的颜家人 也重新步入正轨 没了当初的富贵 但一家三口有手有脚 都找了工作 过其普通人的生活 我回国的那天 手机响个不停 颜柔邀请我去她的清巴 她这些年 靠自己的努力赚了不少钱 开了不少店 她人聪明 会看眼色 也会说话 做生意 于她来说 是条很好的路 我们一直没见面 但在网络的联系下 已经是 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颜柔依旧漂亮 她嘻嘻笑 我最近好事将近 盼盼 你还得等到啥时候呀 我灌下一杯酒 放心哈 分子钱不会少 不是 我是说 你不会还惦记林商吧 当然没有 那就好 她可是已婚男 儿子都两岁了 我微笑 事事无常 林商孩子都两岁了 我还没着落 这是我当年没想过的 她从前对我是真好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 她除了我 不会再喜欢别人了 颜柔又道 不过她当初是真喜欢你 听说她家里把她打得起不来 她都不想和我聊天增进感情 都是以前了 往事随风 过往终成云烟 顾明说得没错 我偷偷去看了林商一眼 她和她的妻子儿子一起 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我想起七年前 林商满脸绝望 哑声求我信她时的神情 岁月将画面模糊 但我清晰地记得她沙哑的声音 探判 我只喜欢你 永远 我转身离开 我注定和林商走不到一起 她没法彻底摆脱家族的控制 而我 也没有为她冲锋陷阵的勇气 我回到顾家 顾明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就是不知为何 一直没恋爱 爸妈很少催 我也懒得问 我很喜欢顾家的氛围 个人做个人的安排 互不干涉 顾明喝了一大口酒 你个没良心的 可算舍得回来了 我嘿嘿一笑 是啊 哥哥 我在外边可想你了 顾明喝醉了 点点头 她很满足 想我是对的 想我是对的 爸妈给我们加菜 小明少喝点酒 盼盼也是 明天一起去拍全家福 别睡过头了 我醉意朦胧 看向窗外的夜空 砰 一朵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照亮黑夜片刻 灿烂 一瞬即逝 顾明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妹妹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不知道 顾明呵呵笑 今天呀 是七年前颜柔认亲的日子 也是我找到你的日子 我想到七年前的夜晚 暴雨倾盆 我心里兵荒马乱 我跑出颜家 哭泣着坐在暴雨中 顾明及时出现 为我撑起一把伞 他说 他是我哥哥 他找了我很多年 他告诉我 我并不廉价 我值得 他说 我要独立自强 我要坚强 才能不受伤害 我看向顾明 哥 谢谢你 顾明眯着眼睛 挑眉 不用谢 来 干一杯 我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妈妈伸手给了顾明后脑勺一下 让你别喝了 你还没完没了了 顾明摸着后脑勺说不喝了 我笑得不停 年少所求之事终成现实 我看着顾明和爸妈手腕上晃动的檀木珠串 七年了 他们总是随身带着 窗外的烟花还在继续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顾明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等你再长大一点 会见识到更多风景 更多人 到那时 现在在你心里留下伤痕的人和事 都会消散远去